从事小儿科医师工作多年 我每天在医院都会听到不同宝宝的哭声 不论哪一种哭声的背后都有相同的起伏 那是妈妈们内心的不安与担心 医生 怎么才能调整宝宝的体质啊 其实宝宝体质好坏 保护力是关键 台湾地小人稠的生活环境 隐藏许多妈妈看不见的威胁 宝宝六个月开始 来自母体的保护力渐渐减少 到了一岁以后 保护力几乎消失 这时宝宝的健康才真正开始面对挑战 因此 一岁也是奠定宝宝好体质的关键 只要能够持续拥有母乳的保护力 宝宝的自我保护力也会跟着提升 也就不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侵袭与威胁 医生 我该怎么让宝宝持续保有母乳的保护力呢 我建议宝宝换奶时 一定要找到最接近母乳保护力的成分 才能够持续保护宝宝健康 母乳的好处很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能够提升宝宝的保护力 而其关键成分就是乳铁蛋白以及免疫球蛋白 医学研究证实 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都是天然的保护性蛋白 具有高度生物活性 可以提升宝宝对抗外在环境的能力 我推荐风利富Nature全护幼儿成长奶粉 含乳铁蛋白以及两倍免疫球蛋白 两大母乳保护力成本 给宝宝强健的好体质 延续母乳保护力 给宝宝健康好体质 听见每个健康宝宝的可爱笑声 就看见妈妈快乐的笑容 风利富台湾小儿科医师推荐 延续母乳保护力第一配方 换奶最好的选择 感谢观看